一个足不出祸的闺门女子 又不是雏妓 如和同底蕴身后的苏氏一样 擅蓬天下真羞呢 这 昔者 明王之所以 谨婚姻之使者 众似须之道也 家之龙替 国之心肺 余思戏焉 余乎闺门之内 修身之骄妻 骄妻 续身之灾 别动 别动 你这也太小了 盈盈检检 盈盈检检 子子萱萱 烈火燎原 每天晚上都出来说 你也不想想 皇宫每年派专使去各地收 数千只择其衣送给皇太孙 他既然没怪碎 你就别费那劲了 请不止 娱雀以轻为尚的 你这只半子不黄的 个头又小 可糊弄不了人 你还真要这个 回去吧 走了 大人 张鹤招出新刺 虽与太子之事无赦 却也招出一桩大事 他在任户部之前 曾在礼部应差 当时依皇命议定公关女职 随风与宦官前往财选之时 收受贿赂 准人冒名 算算时间 臣已住了宫 茶 是 院鬼又上门 大人 张公正 上识局今年新入籍的宫壁 都在这儿了 多谢 除了要核对名录 刘大人还有几句话要问 不麻烦吧 即便是功臣勋贵 皇亲国戚 锦衣卫也可击不讯问 何况我这小小的上识局 刘大人想问想审 都请自便 不过呢 他们还要给后宫的主子们 准备晚膳 误了时辰 上识局也不好交代 那是自然 小陪了 姓申名谁 祖籍何处 赵家敏 十七 原 原籍江系广信府 易阳县人 家中三代建英九楼 王淑华 十六 原籍浙江秀水县 祖母是上识绝方规的功臂 我的厨艺便是自小香台学的 最擅长制糕点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依照规矩进宫的 大人 有没有 那自有人会一一去你们户籍查队 下一个 苏月华 年十八 浙江省杭州府任何县任 苏姑娘似乎不止精通杭州才 回大人的话 苏东破任杭州之州时 有一年连日暴雨 西湖泛滥 他指挥百姓驻地修桥 顺利渡过了水灾 我家先祖代表杭州父老 送去了致谢的红烧肉和豆羹 地队冲金光似玉 杀品煮豆软如酥 说的便是这碗豆羹 后来 我们苏家全国奔走 代代皆出名处 我常年跟在父亲身边 出入名流府邸烹制菜肴 游大人 诸是觉得我冒名顶替 大可请人来问 你来 英子平年十七 南之立苏州府人 祖父曾服役光禄寺 后来去世后家道中落 那你呢 回游大人 紫荆跟我同岁同吉 世间的真凶美味 就没有太不擅长的 不比他苏家差 这么差能查出什么来啊 你们快些核对 我们待会还要进去做晚膳呢 游大人 大致上与明露和画像相符 今天还要去上宫局 我们走吧 真是奇了 大人在怀疑什么 光禄寺的厨艺常年专做一道菜肴 做到极致便能耀视他人 尚时局近年来 以贯通各大菜系组成 才能压住光禄寺的名头 但是各自精通的名堂 还是自家祖传的菜色 这姚姑娘的名录上 分明写着她祖父 是智氏的国子健兼成 父亲则是个不入流的剑教 自小随着亲生母亲习得厨艺 一个足不出货的门女子 又不是厨己 如和同底蕴身后的苏氏一样 擅烹天下真羞呢 这 你在京城的川菜馆子 能叫到东坡肉吗 即刻快马赶去苏州府 由何人举荐 何人教导 又是谁人送入宫中 一一查试以报 是 大人 当年那家是盖户 他们家的女人 整日里涂脂抹粉的 一看便不是什么正经人 她的丈夫 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说是偏使大人 要来苏州府收圈圈 便动了心思 倾家荡产去乡间 高价收了一只圈圈 想讨好上官 拖了剑籍 您别说 还真让她寻着了 他们家那只圈圈 是勇猛善战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瞎说什么呢 谁瞎说了 继续 他们家那个小儿子 甚是顽皮 一不小心 竟把那圈圈给放跑了 消息一早就传出去了 这县官里虚的 能饶了他们 第二天一早 我过去瞧 那叫一个惨哪 那女人上吊男人头颈 就连那小儿子 也跟着去了 这家人尚有一女 对 那个女孩七八岁的样子 也不知怎么 她 她就逃过了一劫 收尸的时候 跪在她爹娘面前 哭得是死去活来 谁也扯不起来 后来就被人给带走了 继续说 她同谁一块走了 还能同谁一块走啊 这盖户出身 还能去哪儿呀 好些都被那 跑船的渔户给带走了 长大就在船当仓 不过 那个小丫头运气挺好的 被扬州一家人瞧上了 十几罐替她收了个试 然后就直接带走了 将来当个兽马 也是个出路不是 所有典选的宦官官员 所有公毕的亲族 揭一口咬定无人冒名 你们是如何确认的 锦衣卫大人四处查访 说是苏州府有人冒名入宫 我仔细看她的画像的眉眼 她确实有几分相似了 大人 真有赏钱吗 苏州府此番入宫共有二人 两张画像你都说像 到底是哪一个 这 这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都长得像花一样 你让我见到真人 我一定能认出来 大人 卑职调出姚子金 内学堂的稿卷 又审问了当初 负责教育的工毕 说她琴棋书画 销馆敌闲不在画像 兽马自享受到精心调教 这没错 大人 画像变人会有疏漏 但另一证人也一并带来了 男人 是 看清楚 是她吗 这也是十几年不见了 样子倒是像的 十多年不曾见过 都能认得出来 看来 赏金的魅力确实很大呀 尤大人 您看这 大人 人来了 带上来 这娘 你可看清楚 当年从你家逃跑的那个女孩 是她吗 回大人 回大人 眉眼有三分相似 你再仔细看清楚了 大人 那女孩八岁来我家中 我手把手教她弹琴唱曲 可她天生愚钝 又性格古怪 怎么都教不会 我便花钱再买了人来 只教她做一些杂事 结果一时疏忽竟给逃了 找遍码头街巷都没找到 要知是不是 倒也不难 小夫人斗胆 请姑娘见谅 这次真正的 我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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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找了